看到很多朋友想买混动车型 既不像纯电车那样依赖充电桩 又比传统燃油车省得多 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混动车型选的眼花 别急 看这里 大家好 我是车市红点最不正经的键盘说车人 说到现在主流的混动 无外乎就无种模式 48V轻混 HEV PHEV 增程式电动 增程式插电电动 先说48V轻混 简单理解就是发动机的启动马达换了个劲儿更大的 但是劲儿再大它也还是个启动马达 主要作用是动能回收和调速 行驶中也几乎不会为骑车提供动力 优势是成本很低很适合大面积补给 缺点是节油效果基本存在于理论上 对于厂商来说可以做出漂亮的测试成绩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意义不大 就不能上绿旁垃圾 再说HEV和PHEV 看名字就知道这是两兄弟 大家都知道在高负荷下发动机效率更高 HEV技术就是通过行星齿轮将发动机和电机偶合到一起 发动机仅在高效区间驱动车轮 代表是两点的THS和IMMD技术 优点是节油效果明显 缺点的话没有充电口上不了绿牌算吗 PHEV是在HEV的基础上加入了大容量的电池 通常纯电续航里程就有50公里以上 有充电口也可以加油 优点相较于HEV就是可以上绿牌 同时如果充电方便 上下班通勤就可以止充电不加油 极大的降低了用车成本 代表就是比亚迪的DMI家族 然后再说说增程式混动 上月底天津车展亮相的宣衣 EPOWER就是增程式混动的代表 发动机化身发电机 不直接连接车轮 仅负责给电池供电 因为电机效率很高 节油效果也很理想 缺点是增程式混动 没有充电口 也上不了绿牌 免不了购置税 代表就是日产的EPOWER技术 最后是增程式插电混动 和PHEV唯一的不同就是 发动机不会连接车轮输出动力 仅负责发电 能加油能充电能上绿牌 代表车型是理想万 总结一下 在不限行限购的城市 可以考虑HEV和增程式混动 如果是在限行限购的城市 能上绿牌的PHEV和增程式插电混动 是最好的选择 我是不正经说车人 我们下期再见